这么大的面积 土石数量那么多 该怎么来挖 高工局表示 这搜救队的怪手只能先在高速公路的南北向来进行开挖 期盼增加作业面 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是 这个开挖的进度已经是比预计的要超前了 光是在这一面就有十部怪手加速开挖 但传出里头可能有民众受困 人命关键 搜救队不断增加怪手数量 土石范围广大 数量之多 该怎么有效搜救 从空照图可以看到 整片的土坡就这样一大片的整个覆盖道路 搜救队预计先从北上和南下端开始清理 接着要在北上道路部分开挖出一条通道来增加作业面 接着加派怪手上前挖掘 采取四面包围增加搜救速度 那我们是会尽快的来抢通一条施工便道 一条临时通路来用增加工作面的方式来加速做抢救的工作 开挖作业 公务单位24小时不休息 就希望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完毕 专闲政组织宗城市营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